时代论坛 声音专栏 每周精选 2016年12月4日 第1527期时代论坛 专栏是时代粉红 由陈伟安赞文 题目是自私的敬拜 敬拜好 敬拜上帝总是好的 华丽装修的礼堂 台上十字架后面 装有副现代感的光管 一副神圣之地的模样 敬拜队早已准备好 自正康圆的咬字 高水准的编曲 喜乐而且富动感的敬拜 当然不少得赞美之传的歌曲 台下几百人一起唱 举手 副歌再副歌 清唱一段 声调再副歌 我发现 这十年来 不少香港教会的重心 逐渐转移到敬拜道向 最少我服侍的神学院 这几年的新生 大多数是教会的敬拜者 二十多岁 能歌羡慕 敬拜是他们在教会主要 甚至唯一的侍奉 不要误会 我实在无意得罪教会的敬拜者 我要强调 每一个敬拜者都真诚热爱上帝 每一次敬拜都是具有意义的 然而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 不是敬拜的问题 而是香港教会发展的问题 不少香港教会逐渐走向敬拜道向模式 这是一件令我担忧的事 原因是 敬拜道向的教会 容易步入教会自我优化的试探 买更好的硬件 优化敬拜团队的质素 购买更大的敬拜堂纸 敬拜道向的教会 将资源建立在自己身上 快乐地敬拜 莫记忧与仇 要快乐常歌唱 逐世间怨恨 你莫在屈心上 敬拜道向的教会 往往造成为世间苦困的模式 当然 敬拜和社关不一定是冲突的 核心的问题是 究竟教会为自己而存在 还是教会为他者而存在 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不是泄族或犯罪 而是用熟灵的事埋没熟灵的事 敬拜上帝很重要 往往成为信徒尋找自我心灵安慰 无视世间疾苦的熟灵藉口 我要说 这是一种外表熟灵的金牛毒 甚至 严重地说 教会 每桶约只关心 如何强化自己的敬拜 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潘佛华说 只有当教会为他者而存在 他才是真正的教会 教会一旦为自己而存在 没有写记 没有牺牲 他就不再是同基督的教会了 我再强调 我不是说敬拜不重要 或者 让我换一个角度来表达 敬拜很重要 但是上帝要求的敬拜 它不只是 星期日的华丽敬拜 它是生命的敬拜 教会社生的敬拜 一句大家耳熟能长的经文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敬拜 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教会捨弃自己 成为活祭 热爱上帝所爱的人群 这个是对上主真正唯一的敬拜 这个敬拜成就了教会在社会的角色 敬拜的教会无视别人的眼泪来敬拜上帝 社记的教会 它以自己的血汗来敬拜上帝 你的教会选择走哪一条路呢? 社记的敬拜之路 还是自私的敬拜之路呢? 是自私的敬拜之路呢?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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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赦 超红тов 厌剪 HL 20